你敢信阿和捡到了一个罗 比林浩的头还要大一圈 接上级 哟 好大的椰子罗 得要五六斤了 林平也抬头看了眼 当即大喜道 阿和 别显摆了 快捡 不然等一下都被老张一个人捡了 老张听到此话 如同被人灌了一嘴的黄连 妹的 你们三人 我就一个 这话是怎么好意思说的 算了 不能争辩 万一被林浩电机上再射个计 把自己给祸害了 大家心中也有了共识 以后尽量不要得罪这伙 这是海参 林平直起腰呵呵一笑 算是回应了 随即便弯腰接着干 林浩见嫂子来了 第一时间抢过水壶猛灌了一气 所以抢着第一个盒 喝好后才递给阿和 大哥 你就在这附近捡吧 我跟阿和翻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说着正要往上走看 能不能找条刀绕到巨石上 结果老张开口道 都往回走吧 迎着三人疑惑的目光 老张叹口气解释道 不知不觉 我们都已经走到金钟村 这里我来过 巨石过去 全部都是陡峭的岩壁了 根本立不住脚 林浩掏出手机看了眼 早上大概六点钟出来 现在已经下午近两点了 时间似乎又唤醒了身体的机能 清早就没吃 现在突然就饿了 哥 我饿了 大哥 我们往回走吧 嫂子也在这 阿远和淼淼在家没饭吃 林浩又扭头看着老张 这家伙一个人捡也有近一带 他和林平一样 只要看到是货就捡 当然光海参估计也至少有二三十斤 跟着你们发的比小财 见林浩目光看着他的袋子 老张巴结的呵呵一笑 两个猪体 一对耳朵 老张 没问题吧 再加一个猪心 老张也颇为大方的 隔着老远 林浩就看到夏荣的面前围着一圈的人 大家都围着那两代多海货说着什么 卧槽 林浩大骂一声 发毒就往那边跑 阿和反应稍慢 下一刻也是猛地追在身后 林平倒是最后一个看到 到了近前 林浩就看夏荣手忙脚乱地 将他们手中拿到海货抢回 嘴里还在说着什么 他还看到一个妇女 将两根海参塞到了自己的裤子里 他这才看清 原来阿和的奶奶也来了 正在帮着夏荣挡着他们的手 去你大爷的 你们想明强啊 到了身前 他就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吼 似乎把大家从贪欲中喊清醒了过来 个个不舍得将手中的海货放下 然后便善笑着 连说只是看看 捡这么多 看看还不能看看吗 就是看看 你们也不会少块肉 小气巴辣的 要看 看自己的去 阿和比林浩还生猛 一边骂一边掏出桶里的沙铲 就在两个袋子上边挥舞了起来 众人赶忙后退 也就走了狗屎运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这小气劲也发不了财 妇人说完这一句就转身欲走 林浩直接拦住了他 你等一下 把裤口袋里的两根海参 给我拿出来 妇人面上一惊 不过还是降嘴的 谁拿你家的海参了 你别血口喷人 嫂子 你来搜 我哥老远就看到 他塞了两根在口袋里 夏荣本就一肚子火 听到此话二话不说就上前 他快 还有一个比他更快的 阿和奶奶上前一把 就抓住了妇人的胳膊 打人了 结果没意会 居然从妇人身上 搜出了五根海参 再吼 信不信我报警 这些人都是证人 到看守所里蹲几天 林浩见他还在那 没完没了的骂 再度吼了一句 对 我们可以作证 老张媳妇当心说道 妇人见此指得起来 边往村里跑边说 这是没完 自己又不是不能捡 又在这看我们货的时候 说不准都能捡几根了 我们虽然捡了一遍 但这海浪不还是一直在打吗 海浪很大 先声明 你们出问题了 别来到我们头上 建议你们都回家好好休息 他的这句话 像是一下子提醒了众人 大家这才纷纷散开 对于林浩后半段话 全当耳旁风 一个个不知道咋想的 围着我们 也不带你们分 阿何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将桶里又捡了一点 放袋子 刚好三袋 大哥 我跟阿何在这看着 你和嫂子先回去 你把板车推到上面 嫂子烧点饭 菜直接去老张家端 他不会说啥的 阿奶 你中午也别烧了 在我哥家凑合一餐 顺便帮忙把货给捡一下 还得明白 也不再啰嗦 回家推板车去了 这一会儿 孙里还有不少人 陆续往这边跑 林浩说的没错 虽然不像之前那么好捡 但偶尔也能碰着一两个 也就大哥回去 推板车的这点时间 整个沙滩上 就已经全是人了 到家之后 林浩与阿何就不想动了 林平让两人休息 这一刻他才安心 这些东西属于自己的了 海参挑两个规格出来 估计大小也影响价格 不用你们忙 我来搞就行 你们先回去洗澡 换身衣服再过来 老太太嘴上笑着 说话的功夫一点 不耽误手上的活 林浩看了看身上是衣服 这样还真不行 便又起来看向阿何 走 我俩回去 冲个梁换身衣服 这一趟很快 也就十几分钟 便跑了得来回 林浩再度坐下帮忙 看向赵平问道 大哥 谁家有大畅 老张家就有 我去端菜的时候 已经借过来了 乖乖 老张一人捡了27斤海参 这会估计已经提到码头去了 怎么说也有两三千块的进账了 砖卤菜时 那叫一个痛快 原本他媳妇可是小气 这次破天荒的让我多带些 夏容前后跑忙碌着 耳朵一直在听着后院聊天 见林浩问秤 他便接了口 狗日的老张 找他要一餐卤菜 总觉得亏了 行了 人家也是自己捡的 给咱菜卖也是会做人的 可不幸背后骂人 老太太抬手轻轻地拍了一下 林浩挑了一下最大的响罗窝手里 这是他捡的 颠了颠 大概有两斤多 大哥 这么大哥 里面会有珍珠不 林平摇摇头 这个里面不会有 随即又一直挑在一边 阿和捡的那个大椰子罗 那个里面听说有人开到过 叫啥美乐珠 挺贵的 但太稀少 又不开来看看 你要开就开 林浩愣了愣 大哥这回怎么这么痛快 不说留着卖钱的话 这个肉很硬 不值啥钱 或许是他所想 林平善笑着解释了一句 林浩之所以想开 是他搞不清 今天剩下的幸运值落在那 说不准就落在罗中的珍珠上呢 了 来了